如果開戰或者是台海開戰 到底誰被打得比較慘 還是打人家的會比較慘 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在立法院 我們的國安單位 都被問到同樣的問題 卻有天差地遠的回答 我們的這個外交部部長 非常有霸氣 他說當然是打的人 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但是我們的國防部長說 不是 是都會很慘 來聽一下 他們兩個截然不同的說法 如果中國政府錯估形勢 致意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 必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國防部長意思是說 他嘴巴不會跟人家討論 大概也就是因為不會討論 所以導致他跟外交部長說法 完全不一樣 後來陸委會的說法更認為說 他的判斷是不會打仗的一個 近期台海不會出狀況 國安局長陳明通 他也講一件事情 當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專家 能夠判斷來自於現在好像聽出 好像烏克蘭好像要低頭 有點曙光 可是連外交的相關單位 都說沒有 他們其實各自各懷鬼胎 這個戰爭可能有得託 但我們現在國安局長陳明通 在立法院說 立委問他 俄烏的戰爭可以打多久的時候 他說大概是半個月 或者到一個月 等於說是大概全世界第一個 國安單位的這些情報的 這個頭份子他是告訴大家半個月 或者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的副總統賴清德 直接告訴大家 他上了雅虎的網路上的節目 他直接告訴大家 中國如果出兵攻台 將不會是一對一的戰爭 他講這句話有兩個爭議 第一個什麼叫做不是一對一 是多對一還是多對多 因為連民進黨立委都說不會 這個絕對不會美國來打 因為打起來已經變世界大戰了 但為什麼他會說不是一對一 第二個因為他現在是副總統 但他對於兩岸局勢 居然可以講到這種程度 所以有媒體就解讀說 他是不是故意要嗆讀蔡英文 因為前陣子被蔡英文一路的打壓 到底開戰對誰會比較慘 今天舉到一個例子 雖然台海沒有開戰 但台灣現在就可能很慘了 中油 我們的中油第一季 也就是今年一月到三月 也預估會整個虧損高達650億元 這已經是中油資本額的一半了 所以我們的虧損非常嚴重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天然氣 這陣子前陣子其實已經漲很多 因為戰爭的關係又漲了一波 前幾天又漲了更多 結果今天還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在立法院我們的中油 已經正式的宣布了 我們3月30號 俄羅斯買進來的天然氣 最後一艘船抵達之後 我們就不會跟他續約了 所以我們的整個天然氣 將近快要10% 9.7%這一部分 我們要去跟國際市場買現貨 這個部分都還沒有算進去 我們的虧損已經高達650億元了 如果算進去 我們中油今年的虧損 光是天然氣這部分 可能就真的會破紀錄了 還有剛剛講到慘不慘 烏克蘭現在的狀況 真的越來越嚴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狀況 越來越拖延的嚴重 所以變成烏克蘭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連他們的婦幼醫院 都遭到俄軍的轟炸 照理講 已經不會打到這個地步 但沒有想到 炸到資歷破碎也就算了 連裡面的俄幼童 還有包括這一些孕婦 全部都被攻擊 甚至後來因為死傷太過嚴重了 他們就地就剖出了一條路 後來變成所謂的萬人種 那我們透過這個照片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不只這一位 裡面有相當多位的孕婦 被抬出來也好 或者滿身都是鮮血走出來也好 全部都遭受到攻擊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他們因為死傷太多人 至少在馬力波就死了一千三百萬人 所以他們挖了一個萬人種 雖然沒有到萬人 但意思是說他們實在沒有棺木 也沒有空間 就一個地方 然後屍體都是疊在一起 這很像前一波疫情的時候 死了太多人的時候 那時候的處理方式 好 那你說烏克蘭很慘 烏克蘭還有幾個部分 英國也證實了 前陣子這個烏克蘭的人懷疑說 俄羅斯打了真空彈 但沒有想到這個英國已經證實說 連俄軍的人已經跟他們證實 真的就是真空彈 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前陣子這個畫面很多人就說 這個就是打了真空彈 但是當時只是懷疑而已 還不是很確定 他最大的爭議就是他打下去 你看到這麼大的面積裡面 他周圍所有的空氣 瞬間都會被燒光 所以是屬於一個非常不人道 沒有人性的一個武器 是被禁止使用的 那後面是資料畫面 就是他真的打下去之後 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這麼不人道的武器 現在被證實 真的有派上用場 那現在包括俄羅斯 還有包括歐美世界各國 互相指控說 這個俄羅斯可能要用生化武器 可是俄羅斯說 美國提供了生化武器 互相來指控 等於說戰爭如果再拖下去 打的方式很慘 好 這是烏克蘭的部分 俄羅斯的部分也很慘 俄羅斯現在他們的銀行 已經跟全世界整個連結切斷了 所以他們在各國的 這些俄羅斯的 旅居在各國的 他們的銀行全部都不能用了 所以他們卡在全世界 各個景點裡面 領不出錢 然後動彈不得 這是他們的狀況 俄羅斯昨天 因為他們麥當勞要關門了 所以昨天一堆人開車 出現了大排長龍 全部都是買最後一次的麥當勞 得來數排了800公尺 那麥當勞這事情 其實虧的 真正商的不是俄羅斯 商的是美國總公司 因為他們總共在俄羅斯 有6.2萬的員工 所有的薪資都還是美國要付 高達每個月要燒1.4億元 那他們也不是完全沒有素食工 沒有素食店 包括肯德基都是正常營業 因為肯德基的這個經營單位 在俄羅斯是完全獨立的一個單位 俄羅斯很多這個知名的連鎖店 IKEA NARA這些都還是要全部的關門 所以導致他們失業率飆高 老人的福利這方面也都造成負擔 那現在美國跟俄國都互相指控 他們用到了所謂的生化武器 維安 我們到現在還在討論 誰比較慘 我先跟大家報告 戰爭打到哪裡 傷亡就到哪裡 我不太清楚 我們外交部部長吳釗瀉講說 你敢來你就要付殘痛代價 這個話有什麼意義 大陸如果真的打臺灣 難道他不會有一個人傷亡嗎 那臺灣如果被大陸打 難道我們就等著美國來 那現在副總統講的 意思就是全世界都會來 觀眾朋友看這次的烏克蘭 前幾天的時候 烏克蘭的駐德大使跑去跟德國球員 德國一開始的回答是什麼 沒辦法幫你 再過幾個小時就戰爭結束了 你要我幫你什麼 有沒有 前三天 前五天 其實世界各地的援助 包含SWIFT的制裁 金融制裁 一開始都沒有動的 那問題是烏克蘭他地方大 第二個烏克蘭他還可以往西邊波蘭跑 我們臺灣四面我們要怎麼跑 所以我們等著美國來 日本來 來不來 大家爭議 再吵兩個小時沒有答案 可是我們的基本條件跟烏克蘭 完全不一樣 第二個 我特別去查了一下 因為二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國安會有特別跟總統 還有行政院長進行一個國安簡報 報告烏克蘭情勢 可是二月二十四又打起來了 那從那天以後 可能總府沒有跟大家報告 一般像我以前跑中府的時候 總統如果開國安會議的話 都會跟總府記者講 那大概談什麼內容 真正開戰以後沒有開國安會議嗎 如果沒有開 那你基本上我覺得總統跟國安會都失職 但如果有開 今天好像有相關的指示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的 如果有開國安會議 我真看不懂了 來 導播我們看一下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怎麼可能會出現外交部部長 跟國防部部長講話不一樣呢 如果有開國安會議 國防外交兩岸 包含陸委會主委 一定總統會在會中講說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關係 我們臺灣還有一個大陸 可能跟我們打起來 所以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外交部部長跟國際做宣傳 然後備戰部分給國防部部長 那我們現在對大陸是要用 比較強硬的對話 還是要比較就是 我們根本不要談這一題 陸委會主委 因為是對大陸 所以跟你有相關 怎麼可能出現 還是說那一天國安會議當中 就只是說那個吳兆燮部長 你去嗆 然後那個 邱國正部長你還講說不要 那我也有可能 我就不理解 所以通常這種狀況之下 說一個白臉 一個黑臉 那你難道是這樣嗎 那如果不是 又或者是沒有開國安會議 我跟你講我跟馬英九去帛琉 光是南北韓不小心 一顆飛彈飛過去 立刻再開國安會議了 烏克蘭打成這樣了 我們沒有國安會議嗎 沒有告訴外交部部長 跟國安部長你們該怎麼說嗎 這點我覺得很奇怪 好 剛剛尾翰有特別講到 對岸的這個角色 那大家也驚訝的發現 本來中俄就好兄弟一樣 但沒有想到現在習近平跟這個 德法在這個元首視訊的時候 習近平講了一番話 那人尋味 他說各國的主權領土完整 都應該要被尊重 這句話被解讀好像是挺烏克蘭 這個句話大家覺得 怎麼這個時候跟之前力挺烏克蘭的 俄羅斯的態度不太一樣了 大陸的這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也證實他們要跟烏克蘭捐贈 五百萬的人民幣的物資 等於是直接挑明了 就是要幫這個烏克蘭 還有一件事情 大陸的這個監管部門 要求他們國企調查在烏俄投資的項目 有一點是避險 這也許跟挺不挺不必然的相關 可能他們就是必須要做這些 風險的管控 洪廷我想請教一下 俄羅斯 中國 他們之間的這一次的戰爭 為什麼到最近有些微妙的變化 我覺得講到中國 我們一定要談到美國 所以過去我們在講就是說 美國它的整個核心戰略 它的優先次序到底是誰 在其實在川普之前 美國還是仍然認為就是說 俄羅斯是它的比較大的一個 相對性威脅 在川普之後 中國威脅論整個變成了 他們整個整體外交戰略的一個核心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中國 你會怎麼想 今天俄乌戰爭發生 某種程度上 美國把整個的焦點 全部放到了所謂的哪裡 歐洲跟所謂的北約 回去團結了所有的這樣的一個歐洲 對我 中國來講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去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稍微不相干的第三人 得到了什麼 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時間 那在整體戰略裡面 中國就會認為說 在這個地方上面 或許俄烏發生戰爭 對我來講符合我的國家利益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當所謂的SWIFT 這個整個清算系統 在做封鎖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觀察一點 就是中國的清算跨境支付系統 叫CIPS 它並沒有去鎖住俄羅斯 所以某種程度上 有些人認為說CIPS 雖然說它的流量 或者它的這些匯款額度 它的量是非常小的 可是某種程度上 它可以扮演一個什麼 扮演一個D tour的角色 就繞道的這樣一個角色 所以某種程度上 中國跟俄羅斯 希望能夠形成一個機角之勢 因為老二跟老三合作 看看能不能挑戰所謂的這個老大 但是在整體國家戰略裡面 又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今天如果俄羅斯 真的因為戰爭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以及世界經濟的這樣的一個封鎖 而導致產生了全面性的危機的時候 這是美 俄 中 都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競爭 但是進而不破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大家過去都在預估 就是說俄羅斯過去 發動了那麼多場戰爭 喬治亞戰爭打了12天 克里米亞戰爭打了24天 俄烏到現在打了15天 每一個國際的所有的智庫 都在分析說 你的版本到底是什麼 這場戰爭究竟要如何收場 他最後一定是透過談判收場 但是你普丁到最後 你到底要的是什麼 還有這個時候 各國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 在兩個外長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外長見面之前 其實中國出來喊話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能夠什麼 有一個談判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某種程度上就符合 他的一個什麼 最大利益 就是說我雖然認為就是說 整個戰略局勢因為所謂的俄烏之戰改變了 但是他必須要競爭而不破 競爭而不破就表示說 你今天美國就算整個談判下來 烏克蘭這件事情收場 但是我仍然要幹嘛 我仍然要把所有的 大概80%的什麼 的關注度全部放在 歐洲的這個戰場上 所謂的這個西邊戰場 那東邊太平洋這邊的壓力 就會稍微小一點 這某種程度上也符合 中國的國家利益 因為他認為就是說只要在現在的 這樣的一個戰略格局不變 對中共而言 當然我們不管我們同不同意 中共自己認為就是說 隨著時間的推演 我會離什麼 我的國力會離美國越來越近 所以在他的整個戰略角度裡面 他會希望就是說 最好俄羅斯是什麼 是你的敵人 然後我是可以當作一個很快樂 無關的第三者 我可以盡全力的發展我自己 那這符合他的戰略思維 但是這樣的一個戰略結構 千萬不能破掉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